据海事咨询公司Winward LTD称 3月份有许多悬挂俄罗斯国旗的船只改挂其他国家的旗帜 这可能是为了掩盖他们与莫斯科的关系 避免被卷入制裁中 总部设在特拉维夫的Winward公司说 上个月共有18艘船 由俄罗斯国旗改挂非俄罗斯国旗 这是该数字首次达到两位数 目前 俄罗斯寡头拥有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游艇和游轮 都已进入黑暗状态 关闭了在海上时应始终开启的识别和位置传输系统 因此出现了换旗的情况 这种做法有助于避免被发现 但可能对海上安全构成风险 美国、英国和其他盟国加大了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 美国总统拜登于3月8日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 禁止进口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 而英国则表示将在今年年底前逐步取消石油进口 这两个国家以及加拿大也都禁止俄罗斯船只进入其港口 外国公司有不同的动机 他们希望他们的船只能够不受限制地在各地运营 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是出于道德原因 Winward产品经理格森德说 据Winward公司称 在这18艘船中 有5艘船的船东与俄罗斯有直接联系 其中11艘货船来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一家公司拥有的同一船队 他们都换了马绍尔群岛的旗帜 还有3艘船换成了圣基茨和尼维斯的旗帜 Sander说 转换旗帜并不一定不寻常 有时会因为所有权或运营区域的变化而发生 2021年 新加坡船只的月平均换其次数为17次 而日本今年的月平均换其次数为5次 不过这些数字仍然是一致的 Winward的数据显示 俄罗斯3300人的船队的变化突然开始增加 现在关注编辑实验室 与全球最新的财经信息保持同步